一个被认为赢在气泡线的富家子弟 曾经演出过不少经典电视剧集 出过唱片 又是90年代的电脑达人 很多谢大家收看《砌机之一记旁生》 但到底他为什么会突然离奇消失 更加在多年后出现在一件案件里面呢 大家好我是原子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何宝生的传奇人生 何宝生出生在1967年11月15日 有一个妹妹 至于他的背景 外界一直认为他是含着金锁时出生的富二代 但根据他在2002年的访问 他透露自己其实是来自草根家庭 在童年的时候一家住在粉岭的木屋区 当时爸爸从事五金工作 而根据城市周刊当年前和何宝生一家的专访 就讲述了何宝生的父母 对年纪轻轻的儿子采用开放式的教育方式 大家相处乐也融融 不过童年时的他就相当好动 是一个反抖星 除了曾经在街上找一只死老鼠回家 将妈妈吓倒 更加因为曾经爬树跌下来而跌穿屋顶 闹出不少笑话 后来他在15岁的时候被送到加拿大读书 主修设计 他在八九十年代时期回流回香港 同时他的家人已经创业置富 家庭经济改头换面 而何宝生的妈妈也成为了一个精通核画 喜欢研究艺术的女性 一家住在有私人泳池的别墅 另外根据现今网上的资料 有不少媒体 例如东方新地和新假期 都知宝生银行是何宝生家族的产业 但原子只是花了少许时间 就发现这个只是一个以额传额的说法 事实上 宝生银行是本港一间老牌银行 在1949年创立 由一对陈氏兄弟合力创办 和何宝生毫无关系 那这个年轻人后来又为什么会投身香港娱乐圈呢 在九十年代的香港 娱乐圈五光十色 而无线电视艺园训练班 就提供了一个机会给一些想加入娱乐圈的人 当中就包括了回流回香港的何宝生 他收到艺园训练班的时候 收到节目娱乐新闻眼祭片人的欣赏 邀请他担任节目主持 而现在广为人认识的艺人古巨基 也主持过这个节目 当年刚刚出道的何宝生 凭着俊肖清爽的形象无得无线力捧 他在1992年与无线签作五年合约 开始截拍电视剧 包括与张伟健来自合作的《我爱牙刷》 和蔡小芬演出的《白发魔女传》 郑丹瑞主演的《金牙大壮2》 还有制宫和刑事偵袭档案3 而在众多剧集里面 《笑傲江湖》就令不少人对何宝生印象深刻 在《笑傲江湖》里面 何宝生飾演的林萍芝为了练神功 引刀子宫的画面 相信不少资深的电视迷都更可能会记得 而林萍芝这个角色就令很多观众认为 至今仍然未有人比何宝生演得更加神似 除此之外 身为进俏小生的何宝生还加入了歌坛 不知大家又有没有听过他的歌声呢 成为电视台小生同时 何宝生签约保艺声唱片公司 自此他就成为了歌势商发展的艺人 而在九十年代卡拉OK场所大流行 不少唱片公司都重视制作大热K歌 继而衍生了特别多的男女合唱作品 大部分都是囊囊想口的情歌 在加入唱片公司之后 何宝生和女歌手何泳霖合作推出男女之间 当时这个唱片封面设计都挺前卫 用了何宝生和何泳霖的黑白头像 多有艺术感 在同年的夏天 保艺声作为何宝生推出唱片《中虾情怀》 当中的主打歌《梦长眉》更加成为了不少七八十后的回忆 但是这首歌就令某些听众以为他憑歌的意 有出贵的意味 原来当年日本有一本月刊雜誌叫做《长眉族》 阅读对象以男童之为主 所以很多日本人都将男童性恋者提材的作品 归类为《长眉系》 而因为受到长眉族的影响 就令何宝生的歌《梦长眉》被部分的人误会了 大约在九十年代尾 何宝生和《无线》的五年合约到期 不过他决定拒绝约 随即由一线小生打入冷宫成为配角或者客串 在1998年 他演出《无线》最后一部剧《冤家而结不疑解》 之后就离开《旧东家》《转头亚士》 在过档之后他拍了几套古装剧 在亚士的作品里面 在2001年播出的《苏东波》就令原子最觉得有兴趣 剧中的何宝生 郑泽士和田瑞尼 一众演员的合作都很有火花 何宝生白演的角色在阴差阳错之下被封为和尚 很有新鲜感 也好像预示了他将来戏剧性的真实变化 除了拍剧和短暂的唱歌事业 何宝生在加入娱乐圈之后 都有一些关于他的花边新闻 根据一本杂志在90年代的访问 何宝生承认自己曾经喜欢赌钱 他透露自己的赌注高达几十万 但幸好他很快就戒了这个习惯 后来就算有朋友邀请他赌钱 他都一一拒绝 认为这种是贪念 除此之外 他的感情生活也成为了不少话题 何宝生曾经和几个圈中人传出过戀情 他才是和另一个无线男的人麦祥青传出过同性戀情 事源两个人同期出道 在拍剧时候合作 两个人在青水湾旧电视城常常都出商入队 所以传出同性戀情 不过 当年就有传言指 麦祥青其实是扮同志接近何宝生 希望在对方身上拿到好处 但就被何宝生发现令关系告吹 事实上 麦祥青在后来结婚的时候 何宝生是对方的伴郎 所以比较难判断他们是不是好像外界所说那样 曾经有过一段情 还是只是凭有关系 或是被有心人炒作新闻 而真实和何宝生拍拖的圈中人 就有资深演员謝雪森的女 前压舍女艺人嘉穎 以及1991年香港小姐最上镜小姐范逸敏 范逸敏曾经卷入神童辉的风流事件中 他被指是神童辉在娱乐圈的第一任女朋友 曾经发展五年低下情 根据20年前的《文汇报》报导 范逸敏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只和神童辉从来都没有拍拖 不过就承认和何宝生拍拖几年 可惜最后分手收场 何宝生曾经在访问的时候 指自己不是浪漫的男人 从来都不会送花给情人 也对婚姻没有太大的憧憬 希望将生活重心放在事业上 但除了他的花边新闻曾经成为讨论话题之外 他亦有不少有趣的个人嗜好 除了在演艺方面发展 原来何宝生对于电子科技都很熟悉 是一个九十至千禧年代的电脑达人 他曾经经营电脑生意 会帮圈中人砌机 很喜欢电脑科技 又试过主持节目 何宝生教电脑 推出教人砌机的VCD 好多谢大家收看《砌机之一记旁生》 上一集《砌机由零开始》 我跟大家说过 在今集会示范用Pentium 4 来砌一部电脑给大家看的 在当时互联网未普及的情况下 何宝生就成为了示范电子产品的先驱 另外何宝生又喜欢骑越野单车 在政府开始清水湾第十条越野单车劲的时候 他曾经接受《东方日报》的访问 带同自己价值四万元的战车到场 他向记者透露自己平日喜欢到大舞山玩落山冲刺 认为这行运动很刺激和有挑战性 又可以看下风景 而在2000年初 他和另一个圈中朋友呂仲妍居行单车百万踩 透露会在纽西兰进行慈善受款 又表示会全力以赴进行三个星期的旅程 将善款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完成活动之后 他们接受了访问 分享当中的心情 Hello 各位网友 你们好 是的 我们回来了 没错 是完完整整的回来 是的 本来在少一些东西 你应该在少一些细胞 现在生回来而已 没错 是的 因为你跌倒了 我少了一些血 是的 血和细胞 我就少了一股皮 那股皮都生回来了 到了2002年尾 他就成为了乐善行单车磁士活动的嘉宾主持 为完成赛程的建议颁发纪念牌 但至千七年中期 何宝生突然消失在娱乐圈 媒体都找不到他的蹤影 而直至2008年发生在保林寺的案件 就令他的消息被媒体大肆报道 我们经常都会在网上下载电影音乐和游戏 但你有没有想过客客会入侵你的电话电脑 去拿你的宝贵个人资料呢 所以如果不想成为原子档案下一个奇案主角 你就需要一个可靠的VPN 令你上网的时候防止追踪 绕过内容限制和政府审查 而原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Surfshark的VPN 无论你订阅哪个方案 连线装置的数量都是无上限 虽然你和你家人所有手机电脑都可以即时受到保护 更可以透过VPN收看其他国家独家的Netflix精彩节目 而当中的Antivirus 更会保护你免受病毒、恶意软件、数据外舌和私隐威胁的侵害 透过原子订购两年VPN计划 除了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更可以获得额外三个月免费 同时为你提供30日退款保证 如果你有兴趣 就记得在下面的内容简价区 click入独家申请连结 或者输入优惠码Mr.Atom 宝林蟬子也称为宝林子 由吴明法师在1955年开创 是一座位于香港大婴山的佛教寺廟 而宝林子和同样位于大婴山的宝莲子 有着天渊之别的感觉 因为宝莲子名气极大 吸引了很多善信来参拜 但是位置偏远的宝林子 没有车直达 只有山路可以去到 由岗平出发 都要走大约一个小时的山路 而正正位置偏僻 寺内的建筑简约 僧侣都会乐田耕种 量食自给自足 尼拜坊的善信都要预约 所以被誉为香港最清静的佛门圣地 不过宝林子的僧侣表示 自岗平3602006年启用之后 人流比以前复杂 治安亦变差了 时间到了2008年3月 即是岗平360启用两年后 一宗本来不会受到太多人关注的寺廟爆船案 就引起了不少的话题 因为报警的人 就正正是消失在大众目光多年的何宝生 当时的他已经归医佛组 法浩道生 根据当年《苹果日报》的报导 在2008年3月的一个夜晚 何宝生正在一楼准备睡觉 但突然他听到楼下传来奇怪的声音 所以落楼看一看 在这个时候 他竟然见到一个30岁的男人 正在用一支铁枝撬开书桌的柜桶 于是何宝生大声地说 你在做什么呀 被人发现的财马打算逃走 但就被何宝生拦截 当时何宝生以掃把对抗财人的铁枝 在过程里面 何宝生被打中中前被受伤 那侧于是趁机逃离现场 在落山的时候 更加以粗言为雨向何宝生大闹一餐 之后何宝生经救护员包扎之后拒绝送院 而事后 寺庙的工作人员 发现一座千手观音 左手挂着的一条价值约1万元的金链被偷走 另外 何宝生亦指出 半年之前的寺庙已经发生过爆善案 善信挂在千手观音上的金色被偷走 当时寺庙已经劝善信不要再挂金色 在事件发生之后 何宝生接受了简单的访问 他表示 出嫁前信佛都十年 一生人都不知人生为什 学佛可以得到清晰了解和解脱 现在人变得实在了 虽然被贼打伤 但他就说 我不会怪贼 他都很惨 偷了佛堂的东西 将来都会得到因果报应 当何宝生出家的消息被传出之后 不少传媒都追踪他的行踪 当时他一再要求记者不要拍照 我选这个这么宁静的地方收到 就是不想被人打扰 根据1992年何宝生的访问 何宝生自从由加拿大回流回香港之后 就因为妈妈的缘故而开始接触佛教 在往后多年不断研究佛法 也有人曾经是2005年的闹市见到他身穿增袍 虽然外界有声音认为 他出家的决定是因为当年被蜜祥欺骗感情 而受到心灵创伤 但以何宝生之后出席蜜祥婚礼 也是对方伴朗这件事 原子就认为出家的决定可能另有原因 或者只是个人决定 其实 多年来都有好几个香港艺人出家淡出娱乐圈 其中两个人也同样在案件发生的 宝林子出家 包括了曾经在1981年饰演大合霍元甲的主角 王元申 以及在1978年的《以天屠龙记》中饰演朱仪的 庄文青 而有子何宝生后来为了不想令寺庙受到骚扰 他选择离开了大婴山的宝林子 在世界各地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何宝生曾经成为知名的电视台小生 更加成长在一个家境优越的家庭 的确令不少人羡慕 但他就选择在事业发展期间隐退 出家修行 对于他重大的变化 爱家可能不理解他的决定 但能够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日子 得到到世人难以达到的平静心境 使用又何尚不可一种令人渴望的生活呢